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 齊齊團連七宗序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一下訂閱狀況 網上編輯部正向部浪費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幫幫忙 把直播節目的節錄傳播出去 因為真的要靠大家 因為這些不受歡迎的說法真的沒有傳播力 是要教大家做的 是要教大家做的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 讀一下網友留言 蕭騰京說做和事佬從來都不容易 沒有所謂 我覺得有需要就做了 也感謝周蕭你的支持 很感謝你 Charlene說 如果從經濟學角度去看 超哥政府是不是在幫助澳門政府 他是在幫助全亞洲其他地區的政府 他是很幫忙 這個是 這個是 形而說笑 准管者是苦笑 因為 你想想想就知道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也講過現實給大家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可以怎樣做 就是 他出來說的說話 其實 說真的 令到這件事收不到課 說真的 收不到課 然後繼續發大 如果像我這樣說 會不會他被人罵到混亂 可能他也會被人罵到混亂 哈哈哈哈 可能他計算過數 嘩 如果一開始叫你們 息事靈人 不就糟糕 好像我很無能 哈哈哈哈 哈哈 Easy Hong Kong Paratour 就說回水 就認真怪事 有一天 可能客人說 全程陰天沒有太陽 要求賠償 這樣 Easy Hong Kong Paratour 他當然是做private tour 所以他當然是緊張的 哈哈 他當然是緊張 有沒有外國遊客來 哈哈哈哈 我們這些幫友 各行各業都有 有人長期都是做旅遊業的 其實就很期待這個城市經濟出現 但是現在 嘩 你現在是很糟糕 哈哈哈 河虎茶皮卡超 他趕走那些人 因為他電走那些人 十萬伏特電擊 哈哈 鄰近地方 我真的感謝他 做太多事情太嚇人了 有些人說 沒有事啊 國安沒事啊 由朝到晚都沒有問題 我們不會有什麼問題 你去中環看看 現在發生什麼事 我第一件事說 你去中環看看發生什麼事 中環那些西人Banker 走了很多 現在連高城都說 那些辦公室要退租 哈哈 我看到那些消息 嘩 你真是高城也要退租 高城也要退租 你說死不死 不要緊 有這個 國家隊 中國平安 下來頂住 哈哈哈哈 哎呀 我看到 真是糟糕 現在知道他整個房子 是棄租的 你要知道 高城那裡 棄租就是在利縣三旗那裡 其實利縣那裡 之前有些辦公室都搬了 真的 有些辦公室搬了去九龍 有些辦公室 有些辦公室 有些辦公室都不租 那裡 其實 都搬了去九龍 我告訴你一個現實給大家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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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 本來高盛 他的門片其實是在中環 如果沒有記錯 他的門片是在中環的 但是 後面的東西就放在利縣那邊 即是銅鑼灣那邊 現在 連中環也有很多 吉的辦公室 事實就是 所以現在是很嚴重的 如果你說什麼事都沒有 我就告訴你 這是自欺欺人的 但是現在是騙不了人的 你是自欺的 我只能夠說 那 證賺分裂員說 有人說美斯 如果再來香港的時候 要求他躺在大球場 讓香港市民一人踢一腳 說這些話的人 是弱智的 他來到的話 你盡量利用他 去賺多點錢回來 一人踩一腳 香港能賺到什麼錢 其實我個人很簡單 誰幫香港 可以做到八大中心的地位 我就認為他是愛國愛港 我就很簡單 習主席說要做八大中心 好像完全不記得了 好像沒有這個目標 好像八大中心這個要求 好像不存在一樣 明明習主席都說了 香港這個地方要做八大中心 是不是 哈哈 哈哈 那 證賺分裂員說 中國平安是保險公司 哈哈 現在他們請了很多人 所以我才說他們 哈哈 他們要大展拳腳 哈哈 我才說他們 喏 Lang King88說 失望是有的 但還是體諒個人原因 尊重足球賽 支持港隊 其實我覺得有一件事是很難看的 就是港隊 港隊好像沒有人管 哈哈 很坦白地說 明明已經 下場打球了 還要輸 1比4 那 你還說要美斯 和牙蘇下場 哈哈 哈哈 你是不是香港對 輸多一點 對吧 這個真的很好笑 幫我算了 那 證賺分裂員說 他們還想追擊美斯 那 他們喜歡做就做 現在有些人 要吃個小吃到盡 沒所謂 吃到小吃到盡 就可以了 哈哈 哈哈 那 那 Will正說 國家隊先救香港 再救內地 三千點能守住 老老實實 其實港股衰 現在是拖累大陸的 現在有些人說是內地拖累香港 我就告訴你 不是 我說過真話 真的不是 不是 大陸的股市拖累香港 大陸內房那裡真的有問題 但是不是因為大陸衰 所以現在搞衰敗香港 有些人的論述就是這樣的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有很多經濟問題 所以香港也上街了 我告訴你不是 這個不是最核心的原因 其實我現在是相信一個論述 我現在再說多一次這個論述 而這個論述呢 我看到 這個也是 有道理的 其實現在為什麼 國內股市又衰 香港股市又不好 其實有一個地緣政治風險 最主要的地緣政治風險 就是要武統台灣 這個地緣政治風險 看起來一定會出現 為什麼看起來一定會出現呢 其實就是你看看香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你看看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 根本呢 如果你沙盆推演 現在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 你沙盆推演下去 台灣一定要武力才可以收回 我說過的現實 這件事情 其實在國內越來越多人都會看到這件事情 習主席呢 在年初的時候 就在求是雜誌那裡出了一篇文 這篇是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 來的 他就是說 要做好新時代黨的統一戰線工作 我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有這篇文的 如果你覺得我在這裡說 我就告訴你 不是 你如果不相信我 你可以回去自己找一篇文 你要我拿出來給你看 就難一點 因為 其實我之前打開了 我現在也找不到那篇文在哪裡 但是 習主席有些事情說得很明確 他的篇文是寫得非常非常明確 就是完整、準確、全面貫徹、落實 關於做好新時代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思想 這是習近平寫的 他在2月號的 《求是》雜誌那裡登出來 那篇文是上個月 《月中》的時候出的 2月號就是1月16日的時候出的 《求是》雜誌是這樣的 其實 習主席說得很清楚 這個《求是》 真是代表中央的 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印的雜誌 這一直都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宣傳刊物 這篇文是很重要的 他文章裡面有提到什麼呢 就是要求 港澳台和海外統戰工作 爭取人心的作用 這件事情一定要做得到 一定要發揮港澳台和海外統戰工作 爭取人心的作用 發展壯大愛國愛港 愛國愛澳力量 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對台灣那裡有說的 要壯大台灣外國統一力量 反對台獨分裂行徑 推進祖國完全統一 積極引渡海外僑胞和龜僑僑 致力於祖國現代化建設和和平統一的大業 是和平統一 這個呢 和平統一這件事情 是有列下去的 就是港澳台和海外統戰工作 一個統戰理念來的 是寫得很清楚的 其實香港的官員有沒有看這篇文 我不知道 如果有的話有些事情是不會做的 舉個例子 23條裡面 有些條文應該清晰一點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你不能夠把範圍搞得太大 因為現在23條裡面 其實我之前在節目裡有說過 有些條文 那個範圍很寬廣 以及你的解說工作 嚇壞人 我已經說過 那個解說工作真的嚇壞人 也要多謝KKLIN的支持 我忘了有沒有多謝你 現在我先多謝你 Cat TV就問為何不受歡迎 為何有這麼多廣告 這個不好意思 廣告不是我負責發出來的 是Youtube負責發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廣告客戶 聽一聽廣告客戶的說話 那Cate就說真的有很多廣告 那我不知道 其實 我就知道 view數很低 好嚇壞 現在就是 哈哈 我講過時辰給大家聽 還有很多人來負貧 是超級多 我講真的 我預計了 其實五家朗那件事 現在就是翻版了 我也講過現實給大家聽 五家朗那件事 跟這件事差不多 本質是一樣的 本質是沒有差別的 都是那些事情來的 何虎就說 當然要嚇壞人 要扮威 現在當然有很多人 是想著移民的 這是真的 其實 我有些朋友 現在都來了這裡 來了這裡 當然 有一部分 當然想看看移民如何 看看有什麼機會 可以在這裡 看看怎樣 是不是可以在一個長住的地方 當然也有些人 直接來這裡 就已經是 買了房子 一把聲音就可以入住了 其實 在外面的人 會看到很多東西 還有 香港有一幫人 準備一有什麼問題 立刻 閃人 就是本身已經有外國居留權的人 香港 搞到那些人 是 有了後路 那樣 準備定走的 以前不會想這些事情 我也老實說 以前真的少很多 是近這年半 太多事情 真的太嚇人 做太多事情 是矯枉過正 當你做太多事情 是矯枉過正的時候 你做出來的事情 代價 就會比實際需要的代價 大很多 其實本來 《立國安法》都有代價 但是那個代價 是可控的 我經常都說 你看看恆基老闆 就是中環的地 地王 五百多億 他免不改息 照樣投回來 你叫他現在補一些地價 他都不肯 為什麼 對你都沒有信心 整件事都被你搞爛了 就是說 整件事都被你搞爛了 大家都沒有信心 不過呢 有些人 都是 舔得很承認 我也要說 有些人真的舔得很承認 那三文治他就說 今年首次 年三十晚 地鐵不逼人 花式鬆動 不需要道路管制 路路暢通 超超好L爺 不是 他還說看到市民的笑臉 不用戴口罩 他很開心 看到市民的笑臉 我 真的不知道 在哪裡看到人的笑臉 他就看到一隻香蕉船 開心見到香蕉船 船上面有一群歡笑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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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闆究竟變成哪隻香蕉船 哈哈哈哈哈哈 糟糕 這樣都敢說 我看到 嘩 有沒有搞錯 其實現在 大家的苦放 他好像完全不知道 現在嚴重到不得了 那些人叫救命 其實 很可憐 那些人叫救命的時候 好像 沒有反應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一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說嚴重不嚴重? 對 那麼 結果 Chi Evans就說 港府也說 有很多人回流 哈哈哈哈 哈哈 有一些少許人回流 是真的 但是 很多人都在外面頂著 哈哈 是硬要頂著 死頂就要頂著 哈哈哈哈 查理英說美斯和外國元首拍照比李家超更多 這個不用說了 當然不用說了 還有這樣說 有些人說要消滅美斯 你怎麼搞的 說真的 有些事情不要說得那麼誇張 賠錢那裡賠了 算了,其實這件事不要再發酵了 我真的不希望這件事再發酵 有些人是死心不息的 又有一個懸副的好機會 迷了你很多年 現在我決定剪爛 所有關於美斯的產品 這麼小事就被人侮辱了 你的心理質素 真的很差 TinaTap也感謝你的支持 證據分裂員說 我看到超哥更開心 正在笑 但我正在笑代表我很L憤怒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心悲妖就是今天帶小媽回家 車長都說經濟很差 其實人人都知道經濟不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李家超可以笑得那麼開心 真的 難道我難道要苦口苦臉嗎 我不知道 但是你不要說到現在香港市民有很多寬笑面 你看到一隻香蕉船 你看到一隻香蕉船 你看到一隻 牙蘇寧的粉絲 她是牙蘇寧的粉絲 每個球員都有每個人喜歡的 其實 如果你真的去看球賽 你以為他會出場 他不出場的話 你是不是需要這樣做呢 還要說以後都不讓美斯入境 他會說 做什麼 這是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河虎就說 我看一些舊的留言 他說 國家隊買的只是大股 指數股 那些小股被人沽爆 不是好事 Daisy Story就說 八大中心 一個中心都做不到 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只做了一個中心 就是全中國的國安中心 真的 因為全中國沒有一個地方 是有領導人不斷強調 我們這裡很危險 一定要做足國安 我們這裡很糟糕 我們這裡快要糟糕了 快要有人顛覆我們的政權 我講一個實話給大家聽 其實國安法這件事 不是讓特首 是否拿來嚇市民的工具 我一定要講清楚 你應該會覺得 為什麼特首會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 其實在林鄭月娥的時候 國安法已經立了 林鄭月娥有沒有拿過 國安法嚇普通人 她是沒有的 她會不會跟議員說 你說的東西 令我想起19年的黑暴 還有我想到你們是反動力量 哈哈哈哈 你想一下會不會 你幻想一下會不會 有些人說 是你才說林鄭月娥好 不是 你看一下 現在超哥做的事情 合不合理 有些事情 不套不快 你說一下合不合理 我問你 喂 謝俊偉說得很溫和 其實市民已經是 全都瘋了 哈哈哈哈 不過 那些人現在沒有聲音 為什麼呢 因為超哥做了一件事 她哄得好那些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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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後面那些人 就是撞她那些人 她是搞得好那些媒體 擺平那些媒體 跟林鄭的情況不同 林鄭的情況就是 反對她的人 都是搞得好那些媒體 所以就可以狂插她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不同的地方 那究竟是什麼人 控制了現在的局面 現在控制了一個局面的人 你就留意一下 社會發生什麼事 就知道什麼人 控制了現在的局面 控制了這個局面 她有沒有為大家 帶來好一點的生活 我就有一個很客觀的問題 現在他們控制了局面之後 大家的生活是不是好了 其實一般人求什麼 求很簡單 很基礎的事情 就是生活好 你做的話 如果帶來生活好 經濟好給大家 什麼事都沒有 相安無事 是不是 你立國安法就是立國安法 那些股票升 就沒事了 就是你立國安法 樓價繼續升就沒事了 為什麼 操作之後 那些土地要三折 外貿那些衰 為什麼會這樣 你不要跟我說 跟他做的事情 沒有關係 現在是大圍 賴內地 最糟糕的就是 因為內地有內房危機 所以香港也會賴家 香港 其實根本就不是這樣 現在 因為大家看到一件事情 其實要推進祖國完全統一 其實香港從來都是有一個示範的作用 就是你一國兩制要 準確 完整 全面貫徹落實 整件事是要做正確的 你做正確的話 台灣那裡就可以和平統一 是不是 現在要壯大台灣外國統一力量 說得明白 要推進祖國和平統一 這是習主席的要求 是不是 要 積極引渡海外僑胞和龜僑僑 致力於祖國現代化建設 和和平統一大業 如果你要搞和平統一 那香港搞得這麼緊 你被人看到的就是 香港比大陸還要封閉 那你就慘了 我也說過現實 那就是 大煲領落 就糟糕了 那就含了 為什麼含了 就是因為 你做的事情 被人聯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處理台灣地區問題 一定要用武力 新年流流 不應該說這些 但是 你給人的感覺是這樣的 那些人就會再推一步 那就是 這個戰爭風險 現在是避不到的 你是避無可避 這個台海戰爭的風險 是避無可避 那麼 台海戰爭的風險 是避無可避的時候 你的股票怎麼會好呢 你國家扔 兩萬億下來 都不會救到市 現實就是 因為 問題根本 是搞不好的 不是國內 搞不好的是香港 而香港是令到 很多人 對整個中國都沒有信心 在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 是令到很多人對整個中國都沒有信心的 結果是 這些論述 我最初都想不到 這些論述是一些內地人 告訴我 為什麼現在國內會這麼壞 那個股市會這麼壞 明明經濟比較好 但是 股市、樓市的國內 為什麼會這麼壞 其實當你有一個戰爭風險在後面 放在那裡的時候 你扭股是沒得好的 其實柳股是沒有可能好的 事實就是 也感謝Ray Im你的支持 那現在 究竟是不是 真的香港的問題 影響了整個中國的全局 我認為是的 其實中央真的要重新審視一下 趁這個新年年假 真的審視一下 究竟 在香港這一年半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在香港的社會那裡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 那 當地就說 我也不知道究竟香港是很安全 日夜都多分 還是祖國最不安全的城市 連我的外籍同事都不明白 這裡有天天的國安危機 你說你在一年半 就嚇到別人 沒有了信心 基本上 用了一年半的時間 究竟用這一年半 你做了什麼事 你所有言行 其實你是一個地區的行政首長 你所有言行的人 會看著你究竟你做什麼事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周蕭就說 難道他們不知道 香港幫國家收台灣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香港是一個示範作用 從來都是一個示範作用 對不對 你現在搞到樓也這麼差 股也這麼差 總之整套東西都是 散散地 你搞到 然後你就跟大家說 現在我們沒有了國安風險 那麼 這個地方死了 你沒有了國安風險 關我什麼事 那些人都走 走得也走 對不對 對不對 那Alan就說 現在香港只是just for fun 我也不知道 這個 真的不知道 這個 超強組合在香港 就是搞到 我覺得是一塌糊塗的 就是我的看法是一塌糊塗的 國內的點評 就是收到的情報 國內的點評就是 這個擾往過正 四字評價就是這樣 這個不知道算不算是國家機密 有人跟我說了 我覺得應該也不會是國家機密的 最多我把那個人出來 告訴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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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周蕭就說 幫他算一下有多少賓 那麼 這個就叫做老舉埋連 這個叫做 就是現在 年三十晚老舉埋連 這樣就可以算到有多少賓州 當然 也有另外一個解釋 就是叫算九數 哈哈 老舉埋連 這個傑後語就是叫算九數 好啦 那麼 正君分裂完就說 美斯應該很快會變成通緝犯 哈哈 通緝犯 哈哈 神經病嗎 這樣也有 現在是 那麼 查琳就說 超哥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 那些舊的留言來的 哦 哈哈 這樣 哈哈 那麼 這家人就說超哥還叫人練氣功 哈哈哈哈 哈哈 他很厲害 他很厲害 很厲害 佐特就說 剛剛看新聞拿命 居然觀塘原本有花虛 政府在同區搞個花屎拉生意 好 好 我告訴大家 他做的都是這樣 因為要粉飾太平 也要多謝Michael雄你的支持 為什麼我說他是粉飾太平 其實在灣仔那裡已經是這樣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灣仔那裡的商戶是X的 因為 基本上就是會把去灣仔吃飯的那些人 扯去那個夜賓分那裡 別人交租做生意的 結果被你搞個活動 整死 就帶動不了那個地方的經濟 另外 廟街那裡 這個廟街那裡真是混賤 我本來也支持廟街搞一些活動 令整個市場好一點 更嚴重 結果怎麼嚴重呢 增加了那些美食攤位的那些量 加大了那些量 那好吧 你打算加大那些量 可以吸引多些人流 人流又沒有多度 但是呢 結果呢 就弄死了旁邊開店的人 賣一些太類似的東西 你賣一些太類似的東西 那當然是有店位的人死了 老實說 有租店位的人死了 那怎麼搞呢 搞不定了 我講過現實 就是大糟糕了 那 河虎就說 真是中央全球都知道香港這麼醜 我不知道 說中央已經表態了 你錯了 雷文王說錯了 中央已經表態了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如果你要看中央真正的立場 最準確的就是求是雜誌 求是雜誌寫得清清楚楚 是要統戰爭取人心的 去做和平統一的大業 寫明和平統一 你現在 究竟你在香港做的事情 有沒有 有沒有令到和平統一這件事情 可以實施 你有沒有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和平統一沒有可能 哈哈哈哈 這就是那個實際問題 實際問題就是你在香港用了一年半搞的事情 你根本就令到和平統一這個大業 好像沒辦法實現一樣 其實習主席的要求很厲害 所以經常都說 喂 那些要求做些官做到死下死下 因為習主席經常都要一件事 就是既要猶要 既要你做好國安 也要你搞定八大中心 你現在就只是搞了一樣 八大中心那裡就毫無寸進 還有 搞國安的時候 搞到 連和平統一大業都可能受到威脅 你說大不大鑊 我也說過現實而已 好了 也要多謝 Sam CWS你的支持 非常多謝你 那 收評頁就說 那天的舖主說被 崩芬搶了客人 其實很大鑊 現在崩芬 其實最初我也覺得 廟街是應該搞的 但是廟街 他不知怎樣的樣子 我是不明白的 其實廟街已經有些成效了 那裡是多了人的 但是他再加強了 做了一個強化版 增加了那個 美食攤位 你再增加那個美食攤位 你再增加那個美食攤位 就糟糕了 那就糟糕了 那 Jacky Leung 就很悲觀 就說愛國者失敗了 已經沒有希望 我又不會這樣說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我又不認為是這樣 我又不認為是這樣 哈哈哈哈 那 Alvers Yuen就說 星星玩賓州 玩L元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大家都很慘 我是不想香港死 我經常都說 現在 在香港 就是挑動民粹 那些 有什麼好處呢? 一點好處都沒有 你還要不僅挑動香港 還要挑動內地 習主席真的多了你不少 其實內地 其實很多事情都已經有問題了 你再搞這些事情 有時候這些不是出口 你知道嗎? 這些不是疏到 民間怨氣的出口 他看到一樣東西之後 他就會變成另外一樣東西 有些人覺得 民粹可控 或者民粹可用 有些人是有這些政治論述的 但是 當你在本身 已經不太行的環境 我只是說 國內的經濟真的不太行 因為 為什麼說國內的經濟不太行呢? 就是 大家都擔心 台海真的會打仗 其實是 這真是大麻煩的 這件事是 真正 影響到內地 現在 和香港經濟不太行的 真是最重要的原因 這個是 算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也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過程 見到 不點心 宜充 那 不點心 那 過程 by bwd6 by bwd6